下面呢,我们来讲赛马的第二段 第二段其实分上、下两段 上半段呢,是比较悠扬的、婉转的 像唱一个抒情歌曲一样 是吧 下半段呢,是比较有跳跃性的 节奏感很强的 我先给大家演奏一下第二段 大家听到的第一段是比较悠扬的 用弓用的比较丰满,是吧 长弓 长弓的时候呢 这个右手的质量要放在公子上 要用你的手的重量去压公子 这样的话,你拉起来以后,公子它能够充分的摩擦震动二弧的弦,以致让它发声音 是吧 如果我们的力度不够的话,如果我们的力度不够的话,它就滑过去了,公子就滑过去了,不是摩擦过去的,是滑过去的 滑过去的时候呢,公子的,怎么说呢,出来的声音就是虚的了,比方说 这就是力度不够,这就是力度不够,是吧 需要一定的力度 但是呢,千万不要用死力 是吧 如果你力度太死的话,你的声音就会批 就会发色 要根据这个音所需要的力度 而改变自己 是吧,山不转,水转 这个音所需要的速度和力度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按照这个要求 我们来迎合它的需要 来改变我们自己的速度和力度 这样就能够演奏出好的音色了 我们要灵活一些 大家听到我拉的时候有很多这个滑音 是吧,我觉得就是唱歌嘛 那个歌声就可以了 不是说单单的我们去照谱的照本宣科的去再现音符 这就是死了 我们要有一定的这个 这叫什么叫什么 加减幅度吧,就是什么 所以要灵活一点,不要太死 这有一个滑音 又一个滑音 又一个滑音 我拉成是 我拉上来 收到前面加一个 我拉上来 稍微 转个弯 这个地方是跟腔有力的 所以你的右手一定要控制住公子 一指和大拇指一定要加好了公子 完了中指和无名指要往里靠 让公子能够充分的靠住弦 以达到它能够实实在在的去蹭弦 造成音色的丰满 如果按的力度不够的话 就虚了 这是上半部分 下半部分是跳跃性的 这好像叫顿音吧 顿音就是说一公子两个音 这两个音之间要有无声的空间 就像是真空地带一样 rule 然后 Do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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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 so so la do re do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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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怎么说呢 千万不要怎么说呢 在这个顿弓的两个音之间 不要有动作 你有动作的话 会带动弓子去蹭弦 这样的话会带出一些 不需要的音来 比方说 对吧 一定要静止状态 达到静止状态 达到静止状态 千万不要说 不必要的这些动作 一定要控制住 一定要控制好弓子 不要使死劲 放松 就让它停就行了 就让它停住就行了 对吧 到这儿呢 是一个 一个形式 下面是 就是三个小节的 十六分音符 特别是第一小节 它有 完了有 米瑞 米苏 就是说 不光有内弦的音 还有外弦的音 就需要你的右手 演奏完了 内弦 再去拉外弦 这就有一个动作 变化 是吧 多达多瑞 那内弦的时候 包括米瑞 米苏的 米瑞 是内弦 对吧 到这个音为止是内弦 所以你的手一定要控制住弓子 让它靠近内弦 达到一定的力度的摩擦 米苏是外弦 对吧 这个时候你这个往里边扣的这个 扣的这个劲儿 放松 放松 就是放开它 完了让大拇指压住弦 压住弓子 压住弓子 往外弦上靠 靠住外弦 让它发出坚持的声音 完了是 拉索 拉多索 拉索 这全是外弦的音 所以你没有 不用担心内弦的事情了 你就放心 放心的把手放到外弦上 把弓子 靠到外弦上 完了下面是 这也是全是内弦 全是内弦的音 所以你就不用顾忌顾忌外弦的事情了 就把这中指和 这叫什么指 四指 都 无名指 中指 无名指 对 无名指 靠近 里边来 靠在弓子上 往就是 摁弓子 让它靠到弦上 让它咬住内弦 使劲的摩擦 达到 让它能够共鸣 但别太使劲了 太使劲的话就容易破了 这就不好听了 过则不达嘛 是不是 让它达到最好的音质 你看看 你看看就是你分几个 这个级别 是吧 稍微轻一点 稍微重一点 再重一点 分三个级别也好 去练一练 分着练一下 你看看哪个 级别的音质 最好听 你就用 一直用这个 这个力度去练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达到 美好的音质了 对吧 每次到这儿就这么拉 每次到这儿就这么拉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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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达到 干净 利索 别拖泥带水 不是这样的 虽然是四分音符 但是演奏的时候 我觉得 就演奏八分音符就可以了 啦 就是 你给它留一个 无音的空间 啦 啦 啦 对吧 半排实际上没音的 啦 啦 锁啦 啦 锁啦 一下就停住了 这样就干脆 是吧 利索 第二段 再拉一遍 啦 小船 啦 那是吧